安裝設置後,你便會看到這份產品 這些產品都會頭痛 你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擔心,你跟著我的步驟,兩三步就完成了 這些產品都很少會觸碰 畢竟Cloud耗星都是需要一些知識去操縱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這些產品是正常的 現在看看我們安裝了WordPress之後 現在對這個網站的樣子是怎樣 按這個資料 現在你看到這個就是網站的樣子 這是一些暫時性的地址 現在你看到我們安裝的步驟 其實就是在安裝WordPress 你看到青色這一邊 這個就是WordPress 原裝的包裝就是這樣的 沒有花花效效,只是很簡單 下一步驟,我們需要把我們賣的網址 接上這裡 因為你看到現在這個網址 這個是暫時性的 它是系統自生產的 我們現在就要把我們賣的網址 來和這裡連接 三步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打這個網址之後 就會走入這裡 所以現在做這一步驟 很簡單 你去這個Domain Management 先去Domain Management Domain Management 那你就打 你正如賣的那個網址 我會慢慢來 我正如賣這個網址 我先看 我先看 Domain Management Domain Management 你們沒有那麼亂 讓我想一下 OK 你先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IP Address 你先去抄襲這個IP Address 你再去抄襲這個IP Address 你再去抄襲這個IP Address 我們先去抄襲這個IP Address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 接的地址 神功能 就是每一個 positive 因為可以不同的 你們的收壞 也絕對不一樣 我們現在要來接抄地址 我們要報道給我們賣的網址 分享某錢 目前還要來 würden 先去張購 como 購入地址 明白嗎? 主意是 我要這個網址 射入這個 網址 即這個網址 所以 你打 www.abcfg.com 那個網址才會出現 那個系統才會知道 所以你打這個網址 要去哪裏 要去這裏 要去倫敦 或者要去印度 那裏 意思是這樣 你抄這個 IP ID 回到 My Domain 通常 在那個地方 每一個 不同的平台 會有不同的擺設 大致上 你去找一個 DNS DNS 按下 DNS Exabyte 它是在這裏 你就在這裏 Manage DNS 按下 DNS DNS 按下 DNS 按下 DNS 按下 一個新的IP 一個新的IP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裏大概會用一分鐘出 左右 一分鐘 OK Wang那裏搞定 你就按這個鉛筆的標誌 我們去更改 一些 按進去之後 你看到嗎 之前我提到過 如果說一個網子 一個DOMA 我們真的要去精通 它 其實有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 這些我們才看到的一小部分 有不同的種類 就像 ERIC CINE 有些設定是控制 E-mail 有些設定是控制 FTP WWW 而 我們 的 例如 你 設定自己的公司 或者你做公司 基本上 不需要 起到這麼複雜 我們 在這裏 只要 去 改 一件事 就是 這個IP ERIC 在某些原因之下 它就寫對了 你去看這裏 通常是 一隻 一個 三個 這隻 你 就 放入 再找我們抄的IP 放入 再 再 你會找的 就是 找 WWW 或者 CNIM WWW OK 同樣 你也是 放入 因為 CNIM CNIM 就是 WW. 的版本 OK WW.的版本 我要 這一個 永遠是 跟著這一個 即是說 如果我這裏 我改 改了 這個地址 是不是 這個 W.的版本 都會 垂至 這一個 而更改 會不會很複雜 OK 你未必可以上下網做一些 研究的功夫 總之 最重要就是 這個 AIRRECORD IP 是吧 我們就 放入了 這個 就是 這個IP 這裡 通常 TTR的意思 什麼時候 生效 一般 設定器 放1440 如果 快一點 放600 放600 300 有些油馬上 會起效 像 放600 可以 快快 就可以 開始 做 好 我們回到這裏 目前 大家還可以嗎 會不會有頭暈 或者 不舒服的感覺 再多忍一會 搞定 這裏就很快 不需要煩 這些 所以 你 做了那個 網址的IP 那部分之後 我們又要回到 你的 網址 你的 網址 我們要回到這裏 OK 所以 現在 我們 那個網址 已經告訴你 我們要 point to 我們的 網址 即要point to 這裡 所以 你現在 只要去這裡 Domain Management 那你就 打入你的 你賣的網址 我賣的 這個網址 我賣的 這個網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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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裡 會有 需要一點點時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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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ok 我們現在 就可以看看那個網址 變成怎樣 ok 你記得 那時候 就是 在之前 這個 地址 是 系統 自己暫時性 製造出來的 所以 現在我們試試 我們打 東方 呼擺 .h 來看看 OK 為什麼有這個標誌出現 這個標誌出現 代表你沒有那把鎖頭 要解決 如果 你面對到這個 這麼類似的問題 ok 你就是 這裡 OK 接收 信證 這裡 這裡 千萬 猜猜 擠 擠一些 擠你的 email 網絡 你 放置 你的 網絡 你 就 充滿 這個 代表你 有些網絡 你 有把鎖 有把鎖的 是HTTPS 因為現在 網絡的 安全措施 比較嚴肅 還有 比較廣購 所以 最好 最好 不要說最好 其實 實際上 你一定都要這個 無論你是做e-commerce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網絡 都一樣 你都一定有 我有這把鎖 現在 一般上的 Web posting 的 都已經 都已經有包含了 這個工額 你不需要再 散裝買 好 好 完成了 我們再去試試 解決了 這個問題 他就 放了這把鎖 在這裏 所以 有了這把鎖 就 不會再出現 那個 紅色港 不安全的 那個 錶子 所以 現在我們打 東方 在這裏 已經 已經 開放去 我們想要的 地方 即是我們之前 所說的 文字 所以 在這步 我們 已經 已經 可以說 差不多 完成了 下一步 就是 可以正式 進入 設計 環節 这里有点关于WordPress的详细课程 WordPress,所有Admin的Login的网址都是WP-Admin 按这个之后,就会问你的Login的资料和席币 如果通常新的设计后,系统是自制的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大一个这里 其实是一样的,在这里也一样 这就是你的Login的资料 所以你自己保管好你的 我相信用封信是跟你的电邮 这个你找Pasword,就打进去 OK,来到这边 现在你看到这个就是WordPress 就是我之前说的CMS CMS系统是 其中的网址 编辑成一些人类 比较容易管理 比较容易明白一些方程式 例如Post,Media,相片,Pages User control 这些编排到这样的模式 如果说没有CMS是如何呢? 没有CMS就比较复杂 所以你进去,你需要一些叫FTP的东西 你需要用到很多号链的东西 去编辑我们的网址 所以有CMS好的地方 就是这里 OK 在我们未正式进入设计的环节 首先,我有需要带你们 走一轮关于WordPress的 而是在用高招架构织织 所以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为什么将来的课程 我将用这些工具 为什么要用这些工具 所以你不会觉得 这些人是否有这些 一时又用这些 一时又用这些 所以你就不会这么乱碎 OK 所以WordPress是否在拜 拜原装来 它是 OK 凡是WordPress 全部我们说Skin 即是Team 标准 是在这个 在这个 Appearance 这里找到 OK 现在是出到2021 2021 本 WordPress是这个标准的 我们叫Skin 皮肤 OK 是2021 这个版本 OK 现在我们看看前面 它虽然不是很滑 很漂亮 但它是很轻轻的 一个箱子 严格来说 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箱子 所以 其实肤浅一点说一句 你现在其实都可以开始进入设计 了 先说 我们说 这一面 OK 这一面 我们就在 Post 这里 OK 就在这里 其实 你每一面 在应关于网站的 Pages 上面 上面 是 either 在Post 或者在Pages OK 所以 假设我们用这个 我们去改 OK 这里 是它的主机 我们试一下 变换主机 OK 所以 这些 没有了 OK Hello 这个 就是 Wordpress 其中一个 方便 之主 OK 所以 我们这里 点击 Page 就是直接 反映出来 你刚才说 更改的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实 Wordpress 自己本身 都准备了 很多免费的 Templet 可以用 你可以 Under Appearance 这里 点击 找到这里 可以在这里 免费用 用到 Links 都可以 OK 不过 一个 一般 有经验的设计师 公司 或者 终于有经验 坦白说 很少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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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 我们叫 Premium Grade 就是这样 稍微 上等的Templet 其实 容易用很多 例如 改变什么地方 改字 改颜色 其实 已经准备好 给你 你只是 硬 还有去改 就是 多个分别 这样 这些免费的 有一些 其实都做得很好 但是 毕竟 你需要 有些 知识 才可以 改变 某些部分 假设 像 这个 上高 这个 豆瓣 这个 部分 好像 我要变 红色 怎样 好呢 这里 都不能让我这样 改变 我们试试 改变 甚至是 这里 可以选择 这里 只可以选择 背景 的颜色 是 这几个 设定 我 如何改变 上高 这里 可以选择 上等货 上等货 的Templet 可能 这里 已经准备好 可以选择 这些 可以选择 选择 可以选择 选择 项色 或 改变 不同 种类 分别 在这里 我建议大家 可以选择 最容易控制將來的網站,不需要太疼痛 現在我會帶大家去選擇一些上等的櫃圖 我們可以在這裏,Tim Forest.net 做網站最重要的是經驗 這些網站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購買 網站只有20-30%方便 因為網站沒有經驗 即使有比例硬的電腦或不懂得使用 都是浪費 這個課程我會用很多短片 或者旁邊的狀態也好 我比較容易用太多時間去研究 大家直接做網站 我們可以先在這個 選擇哪一款我都沒有意見 大家都是大同小異 每一個我幫我的客人做 或是自己研究 大家都是大同小異 每一個都很好用 都很強 所以我這個課程 我會用這個為中心點 這一點我要補充的就是 你們選擇的這個電腦行器 最好一定能支持 這個最好一定要支持 這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市場上 目前最強的Pitch Builder 所以只要留意這一點 為什麼我會推薦大家買這些 假設你是新人學做設計的生意 你剛進入這個圈子 或者是你純粹做給自己的生意 怎樣的狀況之好 總之你是新入行 你是需要一個靠山的 一個靠山就是一個影響師 通常這個價格是你買了之後 買了之後 有六個月的輔助 六個月的支援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 如何改善這些 你就可以直接聯絡他們 你要聯絡他們 幫你解答一些問題 一些技術上的疑問 這個是one of the way 你可以用來開始設計的生意 至少你後面還有一個靠山 好 現在我們又回到網站 這裡 還欠了幾部 大家還欠了幾部 再引進去 好 我們現在就把賣的圈子放上去 放上去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做網站 都很浪費時間 我當初入行的時候 我都用了很多心機 還有時間在YouTube上研究 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我把全部好東西 濃縮起來 你跟進去 你跟進去的步驟 就省了很多時間 好 你再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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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到了這個階段 其實 之前那些 基礎設定 那些基礎的 所謂的知識 還有內功深法 已經傳送到七七八八 下一部份 下一部份 我們會討論 關於更多一些 設計 就是正式進入 大家想 學會的那一份技術 就是做網頁 我會用我的方式 還有一些我熟悉的招數 譯法 什麼都好 來教大家做好一個網頁